虽然现在生活水平上上,但是一些富贵并发病率越来越多,而且逐渐趋于年轻化,尤其是糖尿病的人数,也在呈现每年迪更的趋势。 其实这种病症的发生大多是由于平时不良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造成的。 所以对于这类病症的人,在平时一定要保持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自己体内血糖到底高不高,其实可以通过我们的脚步来判断,不论男女,脚上若没有这三个表现,恭喜,可能你的血糖还算稳定。 血糖高的人,大多脚上有这三种情况,若你没有,可能血糖还算稳定。 一,脚步骚痒,一般正常情况,像人的脚上不会出现骚痒的情况,尤其是在夏天如果脚步不容易出汗,可能也是糖尿病的一个早期信号,导致体内血糖升高,身体内的新陈代谢速度简单发生紊乱,导致汗液不能够及时顺利的排除。 如果特别容易出汗,可能体内的糖分随着汗液排出体外,皮肤变得燥痒,脚步发黑,也有可能是体内血糖升高,影响到了正常的内分泌,造成体内黑色素沉积过多。 如果没有脚步燥痒的情况,可能你的血糖还算稳定。 二,脚步麻木,迟钝,如果经常发现自己的脚步位置变得比较麻木,而寄迟钝,走路的时候, 经常感到不适,就算心里进入一个小石头也没有感觉到,可能只有划伤了才会有所察觉。 其实这也有可能是糖尿病的早期信号,人体内血糖升高会麻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导致人体出现感觉延迟的情况。 如果你没有脚步麻木变得齿钝,这种症状可能体内血糖还算稳定。 三,脚趾发凉。 如果经常发现自己的脚趾发凉感觉寒冷,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摸到脚趾也没有温暖的感觉,可能也是糖尿病的早期信号。 由于体内血糖含量升高,体内的血液循环速度减慢,而脚部作为人体离心脏和大脑最远的地方,血液流通不顺畅。 不能够及时运送到脚部位置,导致脚部出现冰凉的情况。 如果一段时间经常这样,一定要做好及时的检查病。 反正如果没有脚部发凉的情况,可能你的血糖还算稳定。 以上这三种情况,只能说是初步判断,糖尿病的早期信号,其实真正确定是否患有糖尿病,还是要经过的确诊之后才能判断。 希望这篇文章对大家有所帮助,记得关注,每天为大家分享更多健康知识。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